每个像这样的程式 然后如果输入55的话你要告诉我 55是multiple of 5 就是5的倍数的意思 如果36的话是3的倍数你要判断 如果输入92的话 那就要 告诉我说他是3 或5两个都是 如果不是的话 15 就是输入3或5你要让我 做逻辑判断 也就是说 是不是能够被整出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跟前面有点类似 然后你要做多重的逻辑判断 也许可以 不要先看答案 可以先自己做做看 另外的话算数 运算这一题稍微比较简单 输入30 输入20 然后再输入一个他的 运算值 然后最后的话就要得到 最后的结果600 所以 你可以先把30先get 然后转成 整数 或者转成e-value 然后再来 第2个20 然后最后 把他运算值放在中间 把最后的结果运算的结果做print出来 这要怎么做 当然不是只有乘号 未来如果他用 除 除除 用不同的运算值 那你要能够得到正确的结果 该怎么办 该怎么输入 其他的话等级 ABC 这个多一个F 应该是ABCD 他改成F 这前面我们有做过类似的 练习 诸入还有10进位换算 比如说我输入13的话得到D 为什么 因为 123456789 然后再来的话就ABCDEF 就是16进位置 如果说我要换算的话 你要怎么 输入 一个值 然后自动帮我做换算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可以想想看 这其实这些题目都我觉得还 还 出的其实倒也是还好 不会太 不会太难 那也不会算太简单 那所以第2类的部分可以 稍微了解 第3第4 一次类推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 第3单元 这个 这边 第3单元 这不是证照 第3单元里面的 一个题目 就是请各位 撰写一个程式 这个程式是猜数字 也就是说 当然不过这边有一个地方可能我没有讲过 就是乱数 如何乱数取得一个 比如说1到20之间的一个数字 那这个是由电脑自动产生的 那如何让电脑自动产生 这边可能需要多一个 多一个模组 这个模组的话就是random random里面有一个方法叫random range ok 有点像那个range 那你比如说我要产生1 到20之间的数字的话 你就写成这样 1是第1个 到20 你就写21 然后他会自动帮你产生一个 我就把它存在rnd 接下来的话 让他猜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大概demo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呢 希望写一个类似像这样的 猜数字游戏 请在1到2时间猜个数字 通常 我们就大概先从中间开始猜 10 Enter 我希望这个程式本身具备有提示功能 也就是他告诉我说 你猜的数字 太高 太高表示什么 要再低一点 所以意思说他已经帮我删去了 也就是刚刚出10 所以10以下的话剩下1到9 所以我大概就猜1到9 1到9的话我再猜中间的 也就猜5 Enter 他跟我讲太高了 所以又删去也变1到4 1到4的话也许我就猜什么 猜个2看看 Enter 2太低 所以只有3跟4 所以只有两种可能 OK 所以我就猜3 Enter 还是太低 那最后应该怎么 那应该就是4的 Enter 恭喜答对 当然 我总共猜1 2 3 4 第5次才猜对 OK 不过呢 我们第1种写法是没有限制猜数字的 次数 OK 就是让你猜到对为止 那当然你要改写 猜到对为止 那这样乱拆 那等于感觉 这个 不太好玩 如果说 拆越快的 你最多只能拆3次 拆 3次拆不到 那就不给你拆了 OK 那就直接告诉你答案 你说 这个你猜错了 之类的 那只是说这个程式该如何撰写 首先的话 请各位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会需要让电脑先产生一个random 的一个乱数 就让电脑乱数去抓 比如他从1到2之间抓一个4 那我要怎么乱数抓一个数字 特别重要 第1个的话请各位 先用imput 那特别是因为random random这个类别 他并不在 这个内建 的模组里面 OK 我们找不到他 所以怎么办呢 我需要透过一个关键叫imput imput的话就是从外部 帮我从什么 他已经安装好了 只是说 我需要引用他而已 OK imput 这个random 将来呢 你会有很多机会 因为 很多功能他没有内建 那怎么办呢 你也可以从 就是python本身已经装 已经安装 但是他没有引用 你就用imput 另外还有一种是网络上有提供很多 比如有人写好的东西 你可以把它抓下来安装 再用imput 也可以拿来使用 OK 所以特别之后random 通常这个random的话 里面呢 其实他没有超联织 你可以点点击进来 他能不能连进来 好像他可以把那个random帮你 打开来 有没有 他random点击开来 他就是一个点py的档 实际上 他也是一个模组 特别之后 点击这边 他好像会产生超联织 告诉你 这边有个random 在哪里呢 在 在 我们的python的 这个 library 函式库里面 他有找到 其实他也是等于是 已经在你的函式库里面 只是说 我们只是把它引用进来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如果他产生什么 1到20之间 帮我乱数 抓一个数字的话 那我可以用什么 random里面 特别叫 电 特别注意 random里面 他有很多种方法 可以产生乱数 其中有个叫random int 还有random range 不过 有的人习惯用random int 有的人 像我自己 因为 因为我们前面有用到过range 那我发现random range跟 那个什么range用的方法 逻辑很像 所以我就想说 干脆的 我不要记太多 我就记一样的 所以我用random range 你就random点 random range 刮弧 如果我要产生的是 1到20之间 你就1到21 停下来 所以1到20帮我产生 那假设他产生4 就帮我放在前面这个 变数里面 rnd 接下来要做什么 他已经产生4了 所以 接下来的话 就是要让使用者去猜 所以接下来下一行 就是你猜猜看 OK 这个g的话 input 请在1到20之间猜一个数字 OK 比如说我今天猜个10 他就放在g 接下来要做什么 就把 g跟rnd做个比较 如果一样的话 那表示答对 可是呢 如果 我们还可能会需要 提示他 所以 底下 让他不断拆 特别注意 下一行写什么 坏有1冒号 坏有刚刚有教过吗 坏有的话意思是说 你当后面这个条件为2的时候 就进入到回圈 可是1我刚刚讲过 你可以写成坏有2的 这样的写法也可以 不过坏有2跟坏有1冒号 不过坏有1冒号 他我觉得 坏有1冒号比较简单 意思是说 你就不断进入回圈就对了 可是请注意 如果你写成这样的话 这个意思是说无穷回圈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直都要进到回圈里面 那你想说老师那无穷回圈不就跑不出来了吗 对 所以呢 如果你有坏有1冒号 你一定要记得有个break break什么呢 这个有点像油门 那当什么时候停下来 当出现break 意思是他答对了之后 下面一定要多一个break 否则他就停不下来 那坏有1冒号之后的话 接下来做什么 我们就判断 一复 如果这个区的值 比R&D小的话 那我就提示他说 你这个 太低了高一点 那反之的话怎么样 OK 这个时候当然 就叫他再猜一次 所以这一行的话基本上就把上面这一行再搬下来再复制一行 第二个是elseif 就是如果区的值比他大的话 那我们知道 太高了 低一点 所以其实这两行 是一样的 所以你把上面做完 颠倒一下 然后提示稍微修改一下 那再来的话呢 剩下来就是什么 else else什么呢 恭喜你答对了 有没有 不过请注意最关键的地方 因为我刚刚有提过 如果你画一冒号是无穷回圈 因为他一定都会进到回圈 所以记得当你答对的时候 请注意 一定要配合一个break 这样就OK 这样就OK了 所以特别有这个的话 一定要配合一个break 否则的话 他这个城市就没有出口 没有出口的话 就一直进到回圈里面就出不来了 那等于就是你城市无法停止 你变成你要强迫让他停止才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一题并不复杂 可能顶多是多一个什么 多这两行而已 就是random 其他我想逻辑都不太复杂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这个如果做完之后 可以想想看 因为这个部分是 无穷回圈 就是让他不断去拆 拆到对为止 可是 如果我今天需要改写 改写什么 不行 你只能给我拆三次吧 你三次拆不到 或者你拆四次 四次拆不到的话 那你就不能再拆了 因为你四次如果还拆不到 那表示说 你真的是 自己本身的 拆题的技巧就很差了 OK 所以 如果你只能够 让他有拆 的次数限制的话 比如说只能够拆个三次 那该怎么呢 该写程式 请各位试一下